嗨,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来到北刘市新虚镇平安三村 这里有一个村民向我们求助 要找到他的义里 从2005年出去广东打工 然后从07年就失联 到现在也找不到他这个人 现在这一片地方全部要拆迁 作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高铁站 所以说非常紧急的要找到邱仲林这个人 来办理家里面的拆迁的签名的一些事项 都要找到他本人回来 所以说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你好 这位就是邱仲安 就是邱仲林的哥哥 然后求助人就是他了 这是邱仲林的哥哥 然后现在就是非常紧急的要找到邱仲林这个人 你对着镜头那里跟他说几句话吧 你就跟你弟兄两句话呀 阿龙开店进来的 我家10天的 搞得撑得撑得了 慢慢不及了 6月15号几天已经吵着了 希望你开店进来两个房子 对 对 多贴太贺了 谢谢大家 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出去了 2005年 2005年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 没有回来过 也没有联系得上出来 就是07年的时候打贵之后已经是对他回来 10年了15年了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出去了 打工了 就是出去打工 十几年也没有回来 一直没有回来过 这已经四年了 是吧 一直连事不上 已经开始抓过 那他有没有 就是说有没有跟村里人的联系过 就是07年 上次晚上打贵之后 叫我大法西姐跟他 不怕你们系到后来 系到第一个电话就像 就乱到电话 就是 但是他们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打过去 没有 没有 一直到05年 05年是吧 05年到现在 07年到现在 大概是13 13 10年了 10年了 到07年只是打过不同地方变化 上次晚上打过一次 他中去的时候是05年就出去了 05年出去了 到现在的话也十几个年了 现在是2025年到10年了 现在是2025年到10年了 对 就打电话我村里面到时候 就不用电话 就打过一次 现在村里面改电话 就打不到 现在因为太久了 可能也是联系不上 对 那他就是当时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带身份证出去 有啊 因为他去东莞打工 没有身份证 对啊 后来年六年就去乡帐了 那当时他去打工的时候 去到每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地址 或者是出去的时候 是去了什么工厂 当时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跟家里面 联系过说明他在哪里 说明他在东莞 那个石牌在那里 东莞石牌 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出去 没有 都是他自己一段里出去的 是 我以为是跟村里面 几个小伙伴 或者是什么人的亲戚朋友 出去了 没有啊 当时就是他一段里出去了 是 那当时他到那边 落脚了 落脚了以后 也有就跟家里面联系过 有啊 那时候我就联闻 在东莞住房闸 他也去我那里过了一个年 当时 他就用西山藏 其实是联系过 当时 就是05年 06年的时候还在你那边过过年 是 05年 年10月38年 那当时你也在东莞那边打工夫吧 在 也是在东莞石牌 那时候我老爸也在上面过成家 和大家一起过过成家 到2016年他就去山藏了 现在一直都没有联系过 就是从石牌 然后又到深圳去了 到深圳到什么地方具体的有没有 没有 他去了 他过去的时候就没有 就也没有跟你们联系了 没有 那你也不知道他具体去到深圳哪里 不知道 这确实也是有点难找啊 那还蛮真的 嗯 嗯 我也希望就是说 看到我们四群的朋友啊 如果有看到这个人 他叫邱仲宁 如果你们认识的 看到的 可以 延续一下我们 其实家里面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情况 这个老家里面的房子 已经 当时过了当时 他出去的时候 这个房子也盖起来 然后现在呢 房子也盖起来 但是现在 这边要建造高铁站 所以说 啊 正在拆迁 就希望邱仲宁 或者是 他身边的朋友 认识他的人 帮忙联系一下 发动身边 可以发动的力量去联系一下邱仲宁 现在家里面拆迁啊 要你回来签字 要不然的话 这个拆迁就 拿不到这个 拆迁的房屋的话 是 所以说 你哥现在也是非常的着急啊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家里面 或者是跟我们联系 尽快的跟家里面联系回来 然后 回来家里面 处理一下这些拆迁的事项啊 公司 比如是 天时尊 比如单准 山浪族 萧松林 六台 还有四个 萧松安 我从前全部进修 看起来的 因为 从前面的房间 板子 在地板子 两个 才是一不两分的 你开丁 坐来的给当视频 就在那些的 有两一分的 一两 让西方体谅 莫给你一个很慢点给伙传来 邱仲林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尽快地跟家里面联系 如果有认识邱仲林的身边的朋友 看到这个视频也尽快让他联系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紧急的 家里面要拆钱了 所以说要有人回来签字 这些东西事项都要他本年回来处理的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能够发动身边的朋友 能帮助的就帮助一下 帮忙找到邱仲林 非常感谢大家 情况是一个非常紧急的 因为6月15号之前要全部拆钱 所以说非常的赶时间 如果你们看到视频 如果邱仲林身边的朋友 看到这个视频一定要减快 特别是邱仲林本人 一定要减快跟家里面联系绑 这个房子 这不是拍照料 这几个月的同步拆 15号的同步拆 6月15号 很快就是同步拆了 你们高铁就很紧张了 对对对 为了国家利益 大家都要贡献一点 对对对 这一个房子就是邱仲林的家 以前的话是土坯瓦房 现在已经重建了一栋这么一层 一个小楼房 这个地方就是原来一个回家的一个路口 对 那大门就在这里 对大门就在这里 对大门就在这里 因为这栋梯是 以前那个村民老房 他建的这栋梯是吧 这边这栋梯是吧 不是 三四十年了 那栋梯 这栋梯会在这栋梯都没追过 现在的栋梯被打开 那栋梯已经大青三层了 有很多栋梯 但那栋梯都没有追过 啊 那栋梯是你 那么好 对大500 国家提供奥 这样的栋梯 就是 wanting 就是也感兴奥